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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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我汉堡哈 今天呢 我来到身后这座公寓哈 这公寓里面呢有一个单位呢 我已经买了大概有八九年了 然后呢一直都空置的 今天来呢打算稍微的收拾干净 然后买几套家具放进去 打算呢将它给租出去的 现在时间还少 我们先到那个附近的大排档 吃点早餐吧 走我们一起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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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点了一份这个猪肉粉 超大的一碗 还有这个我的最爱 苦咖啡 这碗猪肉粉呢 感觉和我上次到吉伦坡吃的 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个呢看起来料比较足 而且分量呢也比那碗大 有这个猪肝 这个应该是用肉碎吧 捏成的像这种 也算是丸子或者饼吧 猪肉丸 有猪肉 猪粉肠 还有一些蔬菜 这个应该是猪菜 点的是这个盒粉 还有那个油面 先尝一尝它的汤 大骨汤 然后呢 还加了一勺那个炸锅的蒜 蒜头 所以呢那个 金蒜的味道 会比较浓郁 这盒粉呢 挺爽滑的 先吃原味的 这边呢 再将这个灵魂的 泰式小米辣 倒进去 增添不同的风味 这碗猪肉粉呢 其实也叫猪杂粉 在马来西亚呢 确实很常见的 价格呢 也比较大众化 像这么一碗 马币的话 6块钱 折合人民币的话 也就8块多9块吧 看看这个猪肉饼 有调过味 那个胡椒粉 绍兴酒 那种味道 比较浓郁 猪粉肠 最喜欢吃这种内脏 口感比较特别 味道呢 也比较特殊 猪肝 哇 猪肝好嫩好脆哦 切的那么薄 你们看 所以呢 这煮的时间哈 要拿捏的准准 拿捏的死死的 不然的话呢 猪肝容易过老 现在呢 咱们就可以来上这个 八道的吃法了 加这个小米辣 全部给它加进去 酱油呢 就不加了 因为那个味道呢 已经足够了 加点这个辣椒就好 少给它搅拌一下 看看能不能 每一种食材 都加上去 猪肝 猪肉饼 猪肉 肉丸子呢 就不加了 稍微有点大 加上那个仙菜 非常霸道的一口 非常霸道的一口 很辣 很霸道 很好吃 美中不足的 这一家呢 它没放那个猪油渣 这多少要扣分呢 要是加上这个猪油渣的话 这个猪渣粉 就变得更加的完美了 这个早餐呢 也吃得更加的满足 猪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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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呢算是吃飽了哈 现在呢精力充飞去看看甲鸡虫这个视频呢先放到这里哈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呢可以点赞 关注 留言还有转发 下期再见